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打鐘了嘛 對不對 那各位振作一下 各位要想像 現在就是可能老師會洩題的時候這樣 聚精會神 任何時刻都是有可能老師會洩題 老師會洩題的時候 但是也不要抱著被騙你的心靈 好 我剛剛講到這個density function 是distribution的微分 那既然是微分 所以我們在這邊有一個前提 就是x如果是連續型的隨機變數 才可以做微分 你如果不是連續型的 你怎麼微分呢 不是連續型的 有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用 所謂的差分 difference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看這個問題 我們先把這個地方 這個弄清楚 它是它的微分 所以它是它的積分 我們先把這個動作 這個道理很簡單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 剛剛講過這個distribution 有這樣子的性質 你這邊帶入無限大 它要等於1 對不對 對 那這個東西呢 如果我們現在 把這個東西帶到這裡來 所以我們會發現一件事就是 這個東西 負無限大到無限大 這個density 積分會等1 積分會等1 那通常我們這裡就直接寫x 因為不會有這個混淆的問題 為什麼我這裡要寫u 因為你積分範圍現在積分到x 所以你這裡不能再寫x了 你這個積分的變數 你這裡如果又寫x 那你這個x又帶進來 這樣子會混淆 所以我們這裡才要寫u 用另外一個變數來代表積分的那一個變數 那現在呢 如果說這裡是無限大 就是你無限大把它帶到這裡來 一次這裡就是負無限大到無限大 然後積分這個density 它會等1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結果 這個結果要記起來 這個結果要記住 這個等一下 我們應該會講到 要把它拿來用 好 這個沒有問題 好 這個是density function 那我們來看幾個常見的隨機變數 這個 我們先看一下幾個常見的隨機變數 我們要用這個隨機變數來看一下這個distribution 跟density之間的關係 這樣子各位會比較清楚 因為如果說我們在這邊density 先去談它的性質 可能大家會覺得好像空中樓閣一樣 比較沒有那個感覺啦 一定要有一些實際的例子 但是這個實際的例子呢 因為它是連續型的隨機變數 所以我們要舉例子的話會比較麻煩 好 各位回想一下我們再舉這個 通常在講隨機變數最常用的例子就是 紙骰子 紙骰子 紙銅板 還有我們講過連續型的隨機變數是 譬如說打電話這個 一個call-in電話進來的時間 那或者是溫度這樣子的例子 那我們現在要舉一個例子 這個是隨機變數的典型的分布 有幾種 第一種呢 是叫做均勻分布 就是隨機變數它呈現所謂的均勻分布 這是均勻的意思 那我們一般把它表示成一個這樣子的符號 這個x隨機變數 那這個符號啊 這個是有些書是這樣用啊 當然不一定一定要這樣寫啦 那它的意思是說 這個x它follow這一種分布 或者是說它遵循這一種分布 這個u呢代表這個uniform 然後分布在a到b這個區域 那意思就是這樣子喔 隨機變數呢 我們再回憶一下 它是把機率空間的outcome 用function對應到時數上面 那對應到這個時數呢 我們現在規定說 它是在a到b之間分布 然後分布情況呢 是一種叫做均勻分布的 這樣子的分布法 那怎麼樣描述這個均勻分布呢 均勻分布的意思就是 不偏不移啊 就是很均勻很公平 沒有偏頗的意思 那這個是我們在解釋 但是數學式子 我要怎麼表示這個均勻呢 要靠這個density function 來描述它 這個density function呢 它要長這樣子 b-a分之1 假如這個x呢 介於 a到b之間 是這個 不然就是0 不然就是0 這個是它的density function 就是pdf pdensity function pdensity function 為了方便體鑑 所以我一般都講density 然後pdensity function 為了方便好稱呼 一般都講distribution 這樣各位可以習慣了 好這個density呢 我們現在規定它是這樣子 那這個density它意思呢 如果我們把它畫出來呢 它會是這樣子 譬如說這個是a 這個是b 那它就是在 a到b之間呢 成均勻分佈 值都一樣 它的值都是b-a分之1 就是這個density function 在a到b之間 它的高度都是b-a分之1 它的density function 是一個常數 意思就是說 a到b之間呢 這個密度是一樣的 沒有變化 可以嗎 那為什麼要b-a分之1 原因就在這裡 因為 現在我們如果把density function 積分 應該要等於多少呢 這個density function 可以這樣子 意思就是說 這個x呢 等於 這個density function 這個density function 它等於b-a分之1 是在x 介於a到b之間 才是這個 a到b這個區域以外的就是0 所以它積分上下先是a到b 然後這個值等於他 可以嗎 那這個東西積分出來 積分嘛 它就等於b-a分之1x 然後你代入a到b 於是它會等於b-a分之b-a 所以分子分母約掉 它等於1 符合這樣子的關係 還記得這個是怎麼來的嗎 這個就是從dstribution這裡代入無限大 就會得到它等於1 它如果今天等於它 你這樣子積分出來就會等於1 那如果今天這個density 它的這個常數值不是這樣 那積分出來就不會等於1了 對不對 好 所以從這個例子 各位可以觀察到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density呢 你積分從a到b 其實就是這一塊面積啊 這一塊面積等於1 那這個面積代表什麼 就是機率嘛 就是機率空間的那個機率 整個機率空間發生機率是1對不對 機率總和是1 那就是你把這個density 積分 積分所有的x 那因為它只有在這個區域上有值 所以你把它積分了之後 這個區域的面積就是1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們再回到這裡來 density density是distribution的微分 distribution是density的積分 所以我們之前在講這個東西 隨機變數是把機率空間的outcome 對應到時數上面 那你現在如果定這個x 定在這裡 那考慮這一塊 這個pulovity 血跡變數它小於等於x的機率 就是這一半的區域對不對 那這一半的機率呢 這一個東西呢 其實就是 就是什麼 我把這個density 積分 從負無限大積分到x 透過density來積分 它相當於是一種 好像累積啦 累積這個 從這邊一直累積累積累積 累積到這裡這樣子 它的意義就是這樣 可以嗎 這樣可以接受了 有沒有問題啊 各位是勉強接受還是 還是心甘情願的 非常高興的接受 希望 希望你是聽起來覺得很順很舒服的 如果哪裡不高興你要抗議一下 才不會你現在不高興 它以後 以後成績就對你不高興了對不對 好 所以 各位再來想這一個式子 我對density積分 這個所有的x 那就是我現在積分從負無限大 積分整個區域積起來 那就是1嘛 對不對 好 那 這個積分呢 積分從負無限大到無限大 等於1 它的範圍是無限大的 那如果說我今天 我們剛剛不是講過 這個隨機變數x如果是連續型的話 它等於任何一個x的機率會等於多少 0對不對 如果它今天這個不等於0的話 那它累積無限 這個從負無限大到無限大 那 代表說 你現在累積每一個點喔 因為x它是連續型的 連續型它可以是任何的數值對不對 比如說0.1可以是0.2 但是也可以是0.01111 也可以是0.01112 0.01113 它有無限多個數值 那無限多個數值 對它來說 你假如現在累積所有無限多個 累積無限多個非0的 這個機率的話 不就會變無限大了嗎 照理說會變無限大對不對 但是你現在機率空間 發生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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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個事件的機率總和 最多就是1嘛 那你如果現在每一個 可能性都不為0的話 那你得加無限多個可能性 加起來絕對不會是1而已 加起來一定變無限大了啊 對不對 所以各位如果用這種觀點來想它的話 應該就比較難接受了 對不對 可以吧 這樣有沒有OK 好 然後再來回到這裡 uniform distribution 它的density是一個常數 然後它的值是b-a分之1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distribution distribution是density的積分 從負無限大積分到x 那它等於這個b-a分之1 所以積分5現在要到x 同樣這也是b-a分之1x 然後帶入 對不對 這邊是u 然後帶入a 對不對 這邊 等一下喔 這裡 這裡我再重寫一遍喔 這個東西它等於這個 是在x介於a到b之間 它才是b-a分之1 如果不在這個區域 如果你現在積分的這個u 不在這個區域的話 那它就應該要等於0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有沒有在這個區域呢 就要看說 你這個u 是大於 有沒有大於a 有沒有小於b 對不對 也就是說你現在積分呢 要從a到某一個x 但是呢 這個積分的前提呢 u必須要大於x才可以 所以它應該是有條件的 就是在u大於等於a的情況下 就是u如果落在這個範圍 u大於等於a u大於等於a 然後小於b的 小於等於b的情況下 才會是這一個對不對 那如果u比a還小 有三種情況 如果u比a還小 u小於a 那當然積分就是0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你就是帶0下去積分 就是0 那如果u介於a到b之間 就是這樣子來積分 就是積分到a 從a到x 那如果u比b還要大 比b還要大 那積分呢 當然就是從a最多積分到b而已 那這個積分出來會等於多少 剛剛有算過 它會等於1 有這三種情況對不對 可以嗎 好 那這一個東西會等於多少 這個東西 這個積分很容易 就是b減a 然後你帶入上下線 就a到x 所以積分出來會是b減a分之x減a 會得到這樣子的結果 這積分應該沒問題吧 好 那我們來畫一下 這個uniform distribution 它的 Distribution function 會等於多 會是長了什麼樣子 如果 這個 這個 我這邊 又寫錯了 這邊應該是x 這應該是x 因為現在變數是x 更正這邊是x x如果小於a 比如說 比如說a在這邊 b在這邊 x比a小 那這邊就是0 那如果介於a到b之間呢 會是b減a分之x減a 這個是一個長 那個 一條線性的直線 它會是一個這樣子 這樣子 那它有一個constant的那個像在這邊 那它斜率是b減a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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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個結果呢 就像是我們 之前舉的那一個 打電話進來時間的那個例子 對不對 可以嗎 好 這個就是均勻分布 那這個均勻分布呢 就很像今天如果各位考試 班上這個 假如說有很多人 那考試的成績是0到100分之間 假設各種分數都有 然後大家呈現一個均勻分布這樣 譬如說0分的有0個 1分的有 0分有1個 1分的有1個 2分的也有1個 3分的也有1個 6分的也有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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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這樣 大家都是一樣多 不會有 譬如說70分的特別多人 然後這個50分的特別少人 沒有這樣子 因為如果這樣子就不是均勻的 對不對 好 這樣均勻分布有什麼問題 可以 可以吧 那我剛剛舉的這個 如果說班上考試 成績是成均勻分布 這個好像不太可能發生 除非大家已經喬好了 對不對 你60分 你30分 但是這樣子一定喬不攏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不切實際 那比較符合實際的情況呢 是有另外一種分布 叫做 常態分布 這是第一種 點形的分布 這是第二種 叫做 No More Distribution No More Distribution 一個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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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ma平方 那這個是什麼 之後我們再來講 那最重要的就是 它的Density Function 呢 是一個長這樣子的 數學式子 是一個長這樣子的數學式子 這個數學式子呢 請各位一定要記住 好 你記起來對身體沒有害處 你不記的話 你到時候考試 你會哀哭切齒 對身體就不好 好 它的式子是一個 基本上它前面這是一個 然後有一個這個 exponential指數的成分在裡面 好 各位 大概對指數的形狀 應該有一些了解 反正就是彎曲的嘛 有點曲線這樣 那這一個式子呢 我先把它的這個 形狀先畫出來 它的形狀呢 會是一個這樣子 它是一個這樣子的形狀 好 這樣子的形狀呢 它叫做normal的 叫做正常 叫所謂的常態 為什麼這樣子叫做正常呢 這種分布叫正常 各位看起來會正常嗎 會啊 很正常啊 如果說今天用 考試分數來看這個問題 譬如說這個是0分 這個是100分 然後呢 大家考試的成績 大部分 譬如說50分的最多人 發生機率最高 那0分發生的機率比較少 100分發生的機率也比較少 這樣有沒有正常 應該很正常 所以這個東西呢 它叫做normal的distribution 那如果說 現在有一種情況是這樣 一樣是0到100分 好 畫成這樣 這樣子 是不是一種normal 也是啊 只要長這樣子了 中間高兩邊低的 這個都是normal 但這種normal 跟這種normal差在哪裡呢 或者是我再畫一個 更極端的 這三種normal有什麼不一樣呢 這種normal是最normal的 對不對 這一種呢 雖然是normal 但是有點 有點玄機哉 這一種就是各位 如果考試的時候 可能大家做得很靠近 然後或者是班上同學 大家感情特別好 那最後就造成 大家的分數幾乎都一樣 譬如說可能都是60分這樣 然後也沒有那一種 那一種害群之馬那個 那個造成別人被擋的那一種 考高分的 大家都很有同學愛 成績就很集中 也沒有人被忽略的 沒有那一種落單的 考得太疑譜的 這樣子的情況呢 就是 就是 這裡分布的密度很高 那這一種呢 雖然也是normal 但是它 再極端一點 它就變成所謂的uniform了 就變均勻分布了 那這個就是 可能大家就是各憑本事喔 但是同學感情都不好 彼此都互不亡來的 所以大家考出來的成績呢 就有些人很高 有些人很低這樣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想像喔 那所以這種是所謂的 normal density normal distribution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先看 我們來觀察這一張圖 這個地方呢 density最大的那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是一個 有一個值是mu 就是這裡這一個參數 剛剛uniform distribution 它裡面有兩個參數 這個兩個參數代表它的範圍 那現在這個normal distribution 它裡面這兩個參數呢 並不是代表它的範圍 它的意義是這樣 這個mu呢 是在這裡 就是代表那個density 最大值的地方 發生density最大值的地方 然後這個sigma的平方呢 是一個這樣子的範圍 其中這個sigma 其中這個sigma 是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範圍 其中這個sigma 這是一個sigma 一個範圍 一個範圍 這個範圍呢 的根號2分之1 好 我們現在算一下 這個最大值是多少 因為我們知道這裡是mu對不對 我們現在把這個x給mu 帶進來這裡 所以我們可以算出 這個mu帶進來會是多少呢 你這邊帶mu 就是mu-mu平方 然後這樣 這裡就是0嘛 指數為0 那這個值就是1對不對 所以這個結果是sigma 那我剛剛講說 這裡有一個寬度呢 是定義成sigma sigma呢 是這個地方呢 對應到這個最大值的 根號2分之1 相當於sigma 根號2pi 再乘以根號2分之1 的地方 就看你最大是多少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 從最大一直掉下來 掉到根號2分之1的那個地方 所對應到的這個區域 看它多寬 就是那個sigma 好 為什麼是規定 根號2分之1呢 這個是牽扯到很多應用 在通訊上的應用 這個是一個所謂的 因為這個根號2分之1 如果我們把它take log 以10為基底的話 然後再乘以20 它會等於 差不多是所謂的3dB的 的那個衰減量 -3 是一個3dB的衰減量 那這個3dB呢 在很多地方 都喜歡觀察 這個衰減成3dB的那個值 這個是牽扯到應用 所以才定義出一個 這個根號2分之1的那個衰減量 大家知道一下就好了啦 總之我們就記得 這個地方的寬度呢 是根最大值 然後掉下來 到根號2分之1那個地方 以那個地方為基準這樣 那這個sigma呢 它有一個名字 這個sigma 我寫在這邊 這個sigma 它有一個名字叫做 Standard Deviation 中文翻成標準x 中文翻成標準x 然後mu呢 是一個所謂的期望值 好 各位先知道一下這個名詞就好 我們之後還會再談這個問題 先有一個印象就好 那這個期望值就是我們預期的 其他最可能發生的值 那其實這個期望值在這邊呢 就是這個所謂的標準 你看這個mu呢 是發生機率最高的地方 譬如說班上考試的時候 也許考60分的人是最多的 代表那個60分是一個期望值 我預期班上考試可能 差不多就是60分 有一種像平均的味道 那它也相當於是一個標準 你如果考高於60分的 你就可以晚上安心的睡覺 對不對 那你如果低於那個標準的 你就要寢食難安了 對不對 所以那個標準其實就是一個預期 好 譬如說這個人標準身材 代表他不會太極端 不會太瘦也不會太胖這樣 可能算是最normal的這樣 OK 好所以它裡面兩個參數 一個是期望值 一個是標準差的平方 那標準差的平方 我們之後還會提到 它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變異數 變異數就是變異的程度 那現在各位先不要管那麼多 管太多大家會當機 先不要想太多 好總之呢 那各位了解就是 你怎麼樣來描述一個normal的隨機變數呢 有兩個參數來支配它 一個是它這個最高點在什麼位置 今天有可能是這樣 也有可能是這樣 在這邊 也有可能在這邊 這個是mu在控制的 mu如果在這邊 代表說現在老師考試 題目不會出太難 所以大家差不多是這樣 如果今天在這邊 那不是老師出太簡單 就是各位程度太好 大家考試集中在這邊的分數 那如果在這邊呢 不是老師出太難 就代表各位不用工 對不對 都有可能啦 這個是mu在控制的 那sigma控制什麼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是這一種還是這一種還是這一種 是越尖的呢還是越平的 就是這個sigma在控制的 你sigma越大 它就越平緩 越向均勻分布 這樣了解嗎 所以它有這兩個變數 好 可以喔 normal density normal distribution 是機率統計裡面非常重要的東西 大家要看到它要睜大眼睛 那另外就是 再回到這一個東西 我剛剛一直強調 這一個東西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現在把normal density把它帶進來 就代表 這個sigma 根號2pi 分之1 exponential負 s-mu 平方 好 除以這個 把它積分 從負無限大 積分到無限大 要等於1 可以嗎 好如果說我現在問各位的問題就是 請大家計算 這樣子一個積分式 大家想一下 這個積分會有多少 這個積分各位可以利用 各位以前學微積分 使出積分的本領來積細看嗎 有沒有同學可以上來積分一下 用微積分的方法 大家以前微積分誰分數最高 大家不敢承認 積分出來有加分喔 這門課有加分 那門課有加分 那門要上來試一下 誘音不足嗎 可見這個積分大家看可能都 有點怕對不對 看來都不是很高興的 它確實是不好算 但是如果說你學過機率與統計的話 這個積分就超級無敵 宇宙簡單的 非常的簡單 因為我剛剛不是講過 這個density 對x積分 從負無限大 積分到無限大 等於1 那你就可以發現 假如我現在把這個移項過來 就是某一個指數的這個積分 會等於它 就是sigma跟它為了pi 所以這個東西呢 它的積分會等於多少 在這邊mu等於5 那這裡呢 sigma等於多少 3對不對 因為3平方乘以2等於8 所以它的結果是多少 應該一秒鐘就看出來 就是3跟到2pi 答案就這樣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那我再問各位 如果今天是積分 0到無限大 exp-s平方 除以18 這個會等於多少 好 現在積分範圍變成是從0開始的 而不是從負無限大到無限大 那會怎麼樣呢 好你先觀察一下 這個東西其實它就相當於 有某一種 normal的 隨機變數 那它的mu是在什麼地方 在底音的地方 這是它的mu 然後這個normal呢 這個normal它是 相當於0 然後這裡sigma平方 這個是多少 也是一樣3的平方對不對 OK 那我現在要積分 從0到無限大 那我相當於要積分的是這一塊 這一塊就是 我現在要積分的這個東西 然後當然這裡原先有一個sigma跟到2π 還沒有考慮啦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現在積分從0到無限大 那是不是整個機率的一半而已 對不對 一半 這個normal你可以證明它是對稱 它是左右對稱 那你從負無限大積分到無限大 機率等於1嘛 那積分一半就是機率是1 2分之1 所以這個結果呢 所以這個結果呢 這裡就會是1 2分之1 乘以 它原先前面有一個那個sigma 跟到2π 你要把它移過來 在這邊sigma是3 然後這邊就是跟到2π 這樣了解嗎 可以喔 好 那我再問各位 我現在積分 如果我是從 5G到無限大 這個2等於多少 也是類似吧 它現在 這一個東西呢 相當於是 mu等於5 表示說它是從這裡 從5 然後積分 這個是5 所以積分 從5到無限大 一樣 跟這個結果是一樣 也是1 2分之1 然後乘以3 根號2π 好 這樣可以嗎 那當然同理 可以 重複無限大 積分到5 是1 2分之1 乘以3 根號2π 這個呢 會是多少 重複無限大 積分到5 那一樣也是 2分之1 乘以3 根號2π 來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 normal我們現在介紹它 都是從density來介紹它 那它的distribution 會是長了什麼樣子 distribution 就是density的積分 所以我現在要把這個density 積分 所以就相當於我要積分這個 sigma 從負無限大 積分到nx 好 我要來積分這個東西 有沒有同學可以算這個 這個 有沒有同學會算 相信一定沒有同學會算 因為這個是算不出來的 好 這個東西呢 我們通常會透過一個 一個查表的方式來做 通常會把它變成一個 某一種方式 然後利用這個查表 來求取這個值 那這個表是怎麼來的呢 是用電腦 數值方法去把它算出來的 這個是電腦在算的 不是人在算的 所以各位不要氣雷 這個不會算 無罪 這個沒關係 好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以後我們再來講 因為現在講的話 我們不曉得要怎麼用 這個要到最後 大概這門課快結束的時候 才會來談這個怎麼算 所以大家先不要 先不要心情太不好 好 我們先停在這邊 有沒有問題 接下來我們機率與統計呢 會不斷的用到微積分 所以大家如果微積分以前 沒有好好學的話 回去趕快複習一下微積分 好好的改邪規正一下 微積分在這裡 你如果完全不會的話 那你就可以提前畢業 提前 下學期再來 好 如果沒有問題我們就下課